大家好,今天用豆腐和西红柿来做一道最简单的美食 首先把豆腐切成小块 放进绞肉机 把豆腐打碎,打成豆腐泥 倒入一个大一点的盆中备用 几粒香菇切成薄片,放进绞肉机 半根胡萝卜先切成片,然后切成丝 最后切成小丁,也放进绞肉机 把香菇和胡萝卜也打成小碎粒 和豆腐泥放在一起 往盆内打入两个鸡蛋 鸡粉,加入食用盐,胡椒粉 用筷子顺着一个方向搅拌上进 盆内加入摄像淀粉 顺着一个方向继续搅拌 最后再加入香油 葱花 搅拌均匀之后,我们的馅儿就调好了 再准备两个去了皮的西红柿,把它剪成小块 再准备一把泡发的木耳切成小块,放入盘中备用 锅内油烧热,放入葱姜爆香 下入西红柿,开大火翻炒 把西红柿炒出汁,加入清水 锅内水煮开之后,把它调成最小火 用虎口挤出豆腐丸子,下入锅中 开中火,继续煮开 煮至丸子飘起来之后,加入木耳 再加入食用盐,小葱 好了,一道好喝的西红柿豆腐丸子汤,就可以出锅了 西红柿豆腐这样做,口是清淡 营养解腻,非常好喝 如果你喜欢,也动手试试吧